台股暴跌1004点 创下史上最大的跌点 融赤追角 期货断头将万箭齐发 下周台股回稳关键盯着指标 人者无敌 勇者不拒 财富零距离 赶快欢迎我们最温暖的大人哥 陈坤仁分析师 大人哥你好 德宇好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8月2号星期五 台股重挫1004点 加成股价指数收在21638点 成交量5171亿元 盘面上头 我觉得恐慌气氛非常非常的重 很多人心里头都有疑惑 想要问大人哥 到底台北股市发生了什么事 赶快进入今天的节目重点 台股爆跌1004点 大人哥说凶手是他 到底是谁呢 护国神山帮帮忙 台积电现在能够低接吗 好坏股通杀到底应该怎么办 指标关键要盯这个讯号 不过大人哥 台股创下了史上最大跌点 1004点 我还是觉得很不安 很害怕 到底应该怎么办才好呢 大人哥 好 德宇好 大家好 我们先看一下我今天的节目的副标题 叫做是什么来看一下 大跌求生计划 我知道这个时间点应该大家都不舒服不愉快 很恐慌 可是我拜托你今天一定要把今天节目把它看回去 因为我告诉你机会在哪里 风险在哪里 还有止跌的关键在哪里 所以今天节目很重要 因为今天的台股创下了史上最大的跌点 104点 这个我没看过 但是我看过更恐慌的一个情境 那赶快跟大家做相关的提醒来 今天的台股价跌量增成交量扩增到了5172亿元 然后我也跟大家说过了 如果你有看到最近的行情来说的话 我讲过很多次 年底我看多头 比方说忘记行情 比方说Fed准备会在9月份的时候 对降息的行情 或者比方说在年底的时候 还有美国的政治的行情 这个也很有趣 那另外的话 还有一件事情是 明明这么多的多头 明明这么多的这样子的偏多的讯号 可是你今天就是跌了 你怎么样跟我来做交代 怎么来做解释 好 所以我觉得今天要先跟大家讲 几个很重要的重点的地方 第一件事情 如果我拜托你 长期看我们节目的粉丝们 一定都知道 我每天早上 现在因为受到邀请到中视频道去 每天早上的8点钟 如果你把电视打开的话 就一定可以看到 我在早上8点的直播的节目 比方说 这是我今天讲的内容 你看美股的状况 甚至像是今天 跟大家预告说 会冲击台股的这些 大事件的2-1跟2-2 那这些内容的话都在早上的中视频道 会来去做一个详细的说明 那当然上班的 然后未来准备要开学的 甚至像是说 就不能守在电视机前面的话 拎着手机怎么办 也没关系 因为既然我是受邀过去的 所以我就自然可以把节目把它拿回来 然后放在我们的YouTube频道上面 来跟大家做相关的提醒 来给大家一些比较专业 跟数据面上面的一些解析 所以这些内容 你全部都可以在我们的YouTube上面看得到 如果你在上面看得到的话 你就可以更加的安心 就可以知道说 我早上已经跟大家说过了 今天会有冲击台股的一些不少的原因 当然有些没讲到的 我也会在盘后的时候 甚至在LINE上面 LINE粉丝团上面 跟大家做补充 比方说我们昨天有跟大家略聊到说 以色列 他去弄了人家的 什么什么黎巴嫩也好 哈马斯的首领也给他弄了 把他暗杀死掉了 好那这个问题的话 这是短线上面 额外的一个波动的原因 那这是真的或者是假的 我记得之前交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所以待会我们再继续帮大家带下去 那今天清晨 收盘的美股的主要指数是全面中挫的 主要的原因的话 我也快速跟大家说明一下 原因是在美股财报 像是Amazon 他上季的营收跟获利是有高于预期的 可是他在本季的销售 他也跟你讲说消费端的一个 比较需求不正的状况 所以本季他是看保守 结果他现在目前盘后 重挫了7% 那个是早上的时候 我们也快速看一下说 现在目前的状况是什么 好来 我们现在这个时间点 我们录影时间下午2点 20分2点半左右 盘后盘的状况 这是Amazon 那他的正常盘跌了1.56% 然后盘后盘的话 因为财报的关系 大跌了6.88% 这是最新最新的数字 那另外的话 看一下 RNTC 因为这是Intel的状况 Intel他在盘后的时候 目前还大跌了18.9%之多 那这就是今天 我们的台股 会有比较重跌的原因 算至二好了 因为还有更惨的 也很惨的NVIDIA 领头羊 AI的领头羊 他也在他的收盘时段 大跌了6.67% 原因是因为 一些相关的经济数据 回来到我们刚刚的说法 来 回到相关经济数据的话 像是储领事业救济基金 甚至像是ISM制造业指数 都是比市场上面在预期 比较偏弱的一件事情 所以现在市场在担忧的一件事情是 Bauer他明明讲说会软着陆 可是开出来的经济数据的话 却是一个比较偏弱的状况 所以带来了这些相关的指标股 今天因为配合的财报 所以跟着去比较有一个盘后的大跌的原因 那另外一件事情的话是 挥打自己也受到了叫做反垄断的调查 所以这个反垄断的调查 也让他的股价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大跌 那这就是我所谓的凶手的部分 我们现在来厘清这些相关的观念 好那但是 我这个放最后讲 就是到底这个战争的事情 会不会再扩大 然后但是我要讲的一件事情是 如果以一个短线上面的波动而言的话 它就真的很辛苦 真的很恐怖 可是如果我们把它拉时间拉长拉远的时候的话 我还是跟大家讲一样的话 就是AI的趋势浪潮 绝对不是什么反垄断或像是一个短线波动 就可以去做干涉的 那我在看的一件事情是 这里是挥打 挥打的股价是从今年以来 它是分割后 分割后的股价的话是40多块 因为它这样应该从400多涨到1000多 那分割后的话就是从40多涨到100多 再从 涨了100块 涨了100块之后 再从这个100多块 然后跌到100块这附近的位置 你要看短线跌幅 很恐怖 因为这也是三四成三成多的跌幅 可是如果你看把时间把它拉长来看到的话 它叫做是翻倍再下跌 所以这就是现在目前有一些个股位阶比较偏高 所以自然在修正或者震荡的行情的过程之中 它就有一个比较大的跌幅 所以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说过了 我回来到台股的部分 有一些我真的看很好的股票 3374的精彩 今天跌停了 跌停 可是这是看到今天跌停的精彩 但是如果你看到它是今年以来 是从100涨到250的精彩的话 你就会知道之后这叫做是创高拉回 而且还守住了月线之上 或者举一个例子来说 红素 因为有老师跟我指证说 不是念红素啦 大人哥 那念塑胶红素 这是塑胶的素 但是它不是塑胶做的 这叫做是今年翻倍 但是今天也一起跟着跌了4.7%的红素 这个也是我们的手机 古魔力赚表 然后叮咚我们提醒我们去做919元去买进 就算今天跌了5% 4%多 一样是1400块我一样一张可以赚50万 所以你不追高 你就会赚钱 你如果找到对的好的股票 领先逢低买 在最近短线上面震荡的行情 你就不用担心这些问题 我当然现在我在讲这句话 你会认为我是事后话 可是我还是回归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AI趋势让潮 然后错杀超跌手魂转强 然后你就好好盯着现在目前的行情 那如何看接下来的洗盘 我们等一下会跟大家做一个比较完整的说明 回来到台股大盘 台股大盘的部分的话 我昨天也跟大家说过了 你会每天每天看到很多很多的新闻媒体 然后比方说你今天早上 我在讲财报 Amazon 然后Apple 然后Intel的财报的时候 我已经跟你提醒说 你要小心今天的台股的修正 结果你看到的台股的 今天的工商时报跟经济时报的头版头条 竟然还在跟你讲 Fed的9月最快降息 然后8月开门红台股后市闻 然后台股终结了卖超连续卖 这是你看到的啊 你觉得好像很开心 可是莫名其妙台股这边盘中跌了1000点 然后这个问题的话 我也不断跟大家提醒过了 你要最早最领先最及时的 我拜托你盯着我们的LINE粉丝团 拜托你盯着我们的YouTube 因为我能够提早给大家的 我一定给 那这个是昨天的节目 我昨天的节目的话 我也跟大家做过预告了 我没有跟你讲说来你看哦 明天 头版头条 就是Fed的利率会议啊 没错 但我昨天的时候 你看这是昨天8月1号的台股的解盘的节目 就已经跟你讲了 然后顺便跟你讲一个重点 就是你会发现说 怎么今天版面又回来到之前原版的版面了 因为我们有蛮多蛮多的粉丝好朋友 跟一些专家们给我们很多的一些指导跟指教 那目前为止的话 我们还在找一个更适合的方式 来给大家最好的视觉的效果 比方说你看这个细细字幕 能给我们一定给 没错 所以在晚上7点过后 我们的YouTube的节目的话 通常就可以把字幕把它上片 那相关的一些更好的视觉效果 我们也正在精进跟优化 敬请期待 所以这个要跟大家做额外的补充 好 你当然会想说 好啊 那如果你真的有看到这些重点的话 那买该如何买 或者是跌会跌到什么时候 那我也跟大家说过了 这是我现在目前看到的台股的状况 因为台股现在的状况叫做是 他从24400点这边历史清高 然后跌下来的时候 他去跌破了季线 那我也跟你说过说 这一次的跌破的季线 叫做是喜福额 为什么要喜福额 原因就是因为 散户们很乐观 很开心 等着低肩买 台积电 跌破1000块 自己的神山自己救 赶快买啊 逢低买啊 结果带来了这一波的下跌 大家很开心 然后市场很乐观 所以我告诉你 就中了那些主力大户外资的最大的计谋 因为他刚好可以把他的股票倒到你的舍上 对啊 所以现在这个时间点的话 就变成是必须要去做喜福额的动作 那洗福额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洗到你怕 洗到你不敢 然后洗到全市场都跟你讲喊空 洗破了季线最简单 所以这一次为什么会洗破季线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那我也跟大家说过了 季线这附近如果洗完福额之后的话 他会去做一个网上去做测试 然后测到22,600点到22,700点附近的时候 遇到了第一个关卡的压力 那边是不追 因为他会再下来再洗一次再上去 更干净 所以这原本是我们之前跟大家提醒到的一个方式 那但是今天的这样的洗法的话 其实也跟我们之前讲过的重点 的那个洗法洗得更用力一些 直接洗 对而且直接洗破了那个潜伏的低点 所以这个情境的话叫做是 洗破了低点之后 何时能够回稳 也就是我说到的买点2 拉回测试支撑 手稳在上的时间点 请你盯着 我待会会跟大家讲到的很重要的讯号 好继续往下走下去 今天我们礼拜五嘛 对 那我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提醒是 我拜托你 明天的时候 你要嘛你盯着 集保股权分散表来看 那如果你真的看不懂的话 没关系 我的LINE上面我也来做相关的数据的提醒 一个公告好了 因为我刚前面说到的 最近这一两三个礼拜 为什么台积电会从它的历史新高 1080块那附近的位置 跌到了1000块 没止跌 跌破了1000块 还没止跌 然后到了今天的话 来我先切回来到台积电给你看一下 这就是今天的台积电已经剩下了903块了 所以如果你追在1000块以上的人的话 你现在目前手上一张台积电 你应该亏了快10万 对少掉快100块了 对啊少掉快100块了 那我也是不是也跟大家说过了 现在这个时间点的台积电 它基本面完全没问题 好的不得了 明年的EPS看50块 后年的EPS看70到75块 所以如果反映75块的EPS的话 它未来我看到台积电的目标价 就应该要是1500块 因为75乘以20就是1500 这是很简单的20倍本益比的算数 可问题是 那叫做是反映明年跟后年的本益比 跟投资价值才可以看1500块 可是有太多太多的人跟你讲说 台积电就是先进制程 台积电就是很厉害 台积电就是护国深山 所以护国深山 自己的深山自己救 所以这就是我说的问题了 因为目前为止 这就是最近这一两三个礼拜 你看7月5号哪一天 然后7月12号哪一天 7月19号哪一天 今天已经是8月2号了 所以等于是短短最近这一个 接近一个月的时间以来 它的吉保的股权的状况 就是我说到的 主管机关很关怀 很关心大家的希望告诉你 很多很多事情的真相 可是你没有听主管机关的苦口薄心 你没有听我在跟你碎碎念跟你提醒 然后你就跟着左邻右侧亲朋好友同事同学 一起说台积电跌破1000块赶快买 那就是目前散户这么乐观 但是却短线上面都套牢的主要的原因 这里我说过了 你看台积电跌破1000元先别买 因为大户卖散户买筹码带整理 然后这个也是中市的电视台 7月22号 然后在早上的8点11分01秒的时候 我们把我们自己的节目的内容 我搬去中市跟全国的开电视 打开第10台的投资朋友们观众朋友们一起讲这件事情 但是还是止不住 还是止不住大家乐观的期待 因为大家都说终于跌破1000块了 天哪拜托 所以这就是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做很多很多提醒的地方 那当然这件事情的话 我觉得还是回归到一句老话 自己的神山自己救 那是一件大错特错的说法 它什么时候能够回稳 绝对是基于 不是基于基本面的改善 因为它基本的好得不得了 AI啊 先进制程啊 今年3奈米 明年2奈米啊 这个绝对无庸置疑的好 它的问题绝对来自于筹码面 所以这就是项目前筹码面遇到的问题 它并不是基本面遇到的问题 所以在这样情境之下的话 那就只能用时间换空间 继续等下去 那等到哪一天 我认为下个礼拜非常有机会 那为什么会有机会 这就是我觉得今天我们节目 或者是给大家一些希望的重要的关键的地方了 那当然我们也跟大家说过了 我的Live粉丝团 我的YouTube频道 我真的上面很多很多丰富的资讯 绝对是你从来没看过的 比方说 我好 我告诉你好啊 可是这里啊 台积电跌破1000块钱不要买啊 该提醒还是会提醒 我还是会告诉你啊 我不会天天跟你涨停板 然后你问我手上的股票 有没有受到现在目前的行情冲击 我告诉你有啊 可是我跟你讲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我说的是之前或者是你现在手上 有一些不好的股票 前一波没有跟上台股大涨6000点的行情 跟着上去的那些好股票们 那你还觉得啊 别人都涨那么高了 怎么办啊 那什么时间点才可以去做换股 什么可以去做好的股票操作啊 那那个时间点要你去换股 你受不了 因为你的股票在这边 好的股票在这边 一换现换现亏 可问题是 好不容易这些股票都压下来了 我手上有没有这种股票 有啊 可是我知道的一件事情是 当它跌下来的时候 我就敢去做用力加码的动作 因为好不容易它愿意跌下来了 然后甚或是说 我最近也跟我们的新近的家族成员 团队会员说一句话说 你之前不敢换的 没关系 趁这些好股票跌下来的时候 我们来做换股 你这样子不会痛 因为如果原本60块 100块 现换现亏 40块 对 那如果是60块 然后100跌到大概七八十的时候 换过去 有一点点痛 但是还好 因为它之后还会再上去再创高 所以现在这个时间点 就是我们节目里面 我一直跟大家提醒到这样一个苦口婆心的内容 所以这是操作面的部分 也先跟大家做一个额外的提醒 那当然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有额外一个武器 一个工具 是什么 好 这个武器这个工具 也是请你看一下 这边有没有 陈坤仁 证券期货双分析师 目前你看到台面上面很多的分析师 他可能就只有一张牌 证券分析师 可是他可能就没法跟你讲期货 他甚至还不懂期货 可是我跟你说的内容的话 我会跟你讲说 你可以盯散户多空比 散户反指标 最近他们在做多 所以航行就很空 不过现在目前看起来他们也在做转折 就这种极端值的状况了 这里听得懂先听 听不懂我们之后有机会再跟大家讲完整的说明 那我就跟你说过了 无论你有没有操作期货 我都拜托你一定要看懂期货的指标 因为期货的指标 它绝对可以指引方向 比方说在几年前 国安基金在互盘前 那时候的台股就出现了一个现象 叫做是台股破低 结果期货却没有破低 那个就是我们交给大家的转折 背离的讯号 因为有人在偷买了 可他不是买在股票上面 他是买在期货上面 因为期货它可以有透过杠杆 所以这些人更厉害的人 比你比我更早知道的人 他们就会先做这件事情 那他们在做这件事情 我不一定知道 但是我看到的时候 我就可以告诉你 有人在偷买了 行情要转折了 行情要落底了 赶快买赶快做多 所以那个时间点就是很好的 抄底的时间点 而且很有可能会发生在 下个礼拜我就继续讲下去 我为什么敢这样讲 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最近也跟大家说过了 我们的期货的操作 透过聚保期的策略平台 你可以很灵活的在 现在目前市场上面在 趋势多头 但是短线多空分杂的状况之下的话 你可以做到多空双向 都可以多空双赚 比方说这个是在7月31号的那天 那天下午就是在三点钟的时候 就有出现买讯 然后那天晚上也是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FED的利率会议 结果没想到 怎么会在报尔前 讲话前 就发现有多单的讯号 是谁偷偷的把多单的讯号发出来了 我们抓到了 所以赚到那笔多单 结果就是发生在这件事情 有人一定早知道 这个人是谁 一定是有利人士 所以我们知道的时候 被聚保期抓到的时候 我就可以发多单的讯号 给我们的聚保期的会员 家族成员 那就可以赚到那次的多单的讯号 那今天的下跌的话 也给你看啊 我们就出现了一个空讯啊 这个空讯空在哪里 22539 然后你就发现说这个大猩猩 大猩猩的获利的记号的话 叫做是398点的波段 我们又赚到了 一口7万9千6百块 是啊没错啊 然后我再告诉你这边这一段 就是你刚刚看到的上面这一段 来哦 我们7月31号的哪一个 有没有 这里是不是有一根 有一个by 然后这里是不是有一个上影线的记号 对 然后是不是几根之后就出现这颗大猩猩 给你看哦 来哦 这里 有没有 有没有看到上影线 有没有一个by 有没有 然后就这样上去之后 就给你一个大猩猩 这就是做多赚钱 然后再看到做多小猩猩之后 反手放空再空下来的这个行径 就是多转空 多空双向都可以赚钱 的这样好的工具 所以这边我还是觉得 我拜托你一定要把期货的指标 跟期货的讯号把它学起来 因为它就是一个可以让你在多空双向 都可以灵活操作 而且它是可以你要投机你可以投机 你要避险你可以避险 这样好工具好商品啊 所以我还是要花一些时间 来跟大家讲这样的观念 虽然你不一定有做期货 可是期货的讯号很重要 务必把它学回去 那我的节目里面 我们的YouTube里面 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教学 来直接分享给大家 然后我顺便再补充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你一定是 其他地方都看不到的 因为我告诉你 我为什么敢跟你说 现在在喜福儿 原因就是因为 看一下这张图 这张图你看得懂就先看 你如果看不懂的话 没关系我们以后有机会 再跟大家多做说明 期货也有追角哦 是的 没错 期货为什么会有追角的问题 原因是因为它是用保证金交易 那保证金交易为了要 控管相关的风险 期货商的风险 主管机关的风险 他们会去做相关的控管是说 如果真的跌到 就是你的保证金进来了 去做期货了 然后你如果跌到剩下25%的时候 你不补钱 他就给你砍仓 就像融资一样 融资如果跌到 维持率不足的时候 他叫你补钱啊 那如果你不补钱 一样把你砍仓 所以现在的期货保证金是 会进入砍仓的阶段 那今天跌了104点 是的 所以这件事情的话 就是我刚刚前面说到的 现在今天跌了1000点的情境之下的话 台股的部分你刚刚看到的 中错了104点 好 期货得于问到的问题就是 我们刚刚跟大家讲过的问题 怎么会跌了 1127点 是啊 怎么会跌的比台股来更重 原因就是因为后面这边应该有人受不了 要么自己断 要么就是等习货商跟你去砍 然后 把他抬出场 对啊 边砍他就边杀 所以这就叫做是多杀多 那些多单被停损掉了 或者自己受不了停损掉了 因为礼拜六日啊 所以这种这种就叫做是正在去做 喜福的动作 股票也一样 因为股票的情境的话 就是用融资会有断头的那个 你应该都知道 所以我也常常讲一句话说 你不要开杠杆 因为你开杠杆 你用你放大你自己的那个风险的话 那个其实是把你自己铺在 很高很高的风险里面 邀请大家可以把您正在收看的 陈坤仁分析师YouTube频道 帮我们订阅起来 大人哥在他的YouTube频道里面 其实有很多关于 不管是股票也好 期货也好相关的教学 那如果您想要了解 刚刚看到那个聚宝期 我们非常好用的策略平台的话 也可以透过大人哥的Live粉丝团 我们的ID 小老鼠DAREN888 小老鼠DAREN888 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的免付费 针线电话0800668085 进一步了解相关的细节 要请到大人哥了 现在的台北股市 似乎是进入一个无差别式下杀的阶段 没错 到底投资朋友应该要怎么办呢 好 我认为现在目前的问题的话 真的不是我们自己台股的问题 而是全球股市 或者像些目前正在有一些 像地缘政治干燥的问题 那如果你看到的 今天真的叫做是无差别 这是好坏通杀 比方说台积电你看到今天要是跌到 身价只有903块 我这边是把今天成交金额最大的 开始往下排下来的 你甚至看到跌停的四星眼 对 对啊 你甚至看到跌停的双红 这些股票他们明年的成长动能都非常明确 可是短线上面遇到的问题的话 都是因为他们的位阶偏高位阶太高 所以之前跟大家说过的 像双红他既然没有占上1000块 你就不要再去做追他的动作了 你就等他跌下来 跌到哪一天他真的破底了 错杀了抄跌了 就有从像假设好了 今天他跌停是602块 对 602到1000块 他那个波段的涨幅就拉出来了 所以这就是现在目前不追高 拉回买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地方 那当然我也说过了 如果你真的要问我的话 我告诉你 我没有联发科 但是我觉得联发科很委屈 为什么会委屈 原因就是因为 就明明就是明年成长啊 可是为什么他会在 昨天前天开 昨天开法说会的时候 对 他开完法说会的时候 市场这么无情的把他打下去压下去 原因就是因为 他跟你讲说 我们第三季看到的状况是比较淡一点点 结果趴了一下就跟着行情一起跌 趴了一下就自己跌下去 可是这边目前为止 如果反映到明年的获利是70到75块以上的话 他就会应该要是 1500块的联发科 所以这边能不能回稳 因为他今天既然叫做是破底 然后还带了一个量能的话 那这边就请你稍等一下 稍安勿躁让他打出一个底部出来再上 因为再上的过程的话 他如果遇到那个往下压的月线 甚至是季线的时候的话 他才有机会比较有效的去做突破它 所以同理而言 我们刚刚前面说到的 有很多的个股它并不是基本面的问题 台积电今天破季线哦 破季线怎么办 没办 因为散户太爱它了 筹码太混乱了 对啊 所以这就是现在目前我为什么说 请你不要买台积电的原因 那台积电不好的筹码面 它的小朋友们其实你可以关注 当然我刚才说过了 精彩今天是跌停的 可是长期而言 它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精彩 或者短线上面3583的 像我常跟大家讲过 你看它也只是跌了 只是跌6%而已 你会跟我说6%好恐怖哦 可是问题不是这样子的啊 它不是跌6% 而是它是翻倍再翻倍之后 才小博的修正的心云而已啊 好就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说到的 新科啊 我一定要开这张图给你看 这张图就是我跟大家讲过很多次的这种观念了 这个观念叫做是什么 这个观念叫做是 如果你不追高 通通都没事 可是如果你追高的话 全部都有事 你看哦 这里 还记得吗 我们前几天 我还特别把这个拿出来给大家看 7月29号 跟你讲 新科面板级三出型封装 中钢转投资 不要买中钢 你买新科 因为通常爸爸都是把最好的都给小孩了 我自己在讲我自己的新生 来 所以台积电又报名牌 又是面板级的三出型封装 然后就跟你讲了啊 那天是7月29号 结果你看到的状况叫做是 怎么当天隔天涨停又再涨停 这就是你看到隔天涨停的新科 76.4 那古魔力 不好意思 我今天没有那么多时间跟大家分享古魔力好用的地方 但是长期看我们节目的话 你就会知道说 我们的古魔力也改版了 也升级了 对 有很棒的趋势K线 昂昂昂 就是买买买 来这里 给你看快速看一下就好了 有没有昂昂昂 对 涨停版 再给你看隔天又涨停版 然后我是不是跟大家说过了 我拜托你两根涨停了 不要再追了 在哪里 你看涨停不用追 这是8月1号 昨天啊 有没有跟你讲叫你不要追 对 然后这也是早上8点23分的中式 然后你就看到的是来来来 有没有看到 今天的新科 对啊 它就跌了 就跌了 所以这就是现在目前不追高都没事 的这样一个好的观念 来跟大家做相会的分享 那下个礼拜 我相信一定会洗筹码 洗福尔 砍期货的单子的 然后砍融资的单子的 会在下个礼拜陆续发出来 因为这边我看到有太多的这样情境 就是既然跌了一段了 它就有维持率的问题 那维持率不足的情境之下的话 就会被砍仓 然后可是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当这种好坏股通杀的时候 这是鸿海 今天也跌破了季线了 然后今天也带出一个大量了 所以这个大量 破季线也代表着它在洗那些短线上面的符额 那这边我认为都是满满的投资价值的鸿海 满满投资价值的台积电 满满投资价值的联发科 还有满满投资价值的好多好多的股票 所以这就是我说到的 为什么这边请你不要担心 不要害怕 这边你遇到几跌 遇到洗筹码 你应该占买方 我不是在那边恐慌 因为砍出阿呆股 很可惜 那怎么做 就是我们之前交给大家过的 止跌三个讯号 把它钉好记好 怎么做 你看筹码面 我要看到的状况叫做融资余额 甚至像是期货砍仓都很OK 那但是融资余额的部分 我认为短线上面应该要大减100亿 让散户洗得脱皮为止 然后就量价的结构来说的话 我要看到的是爆量一跌止跌 那没有办法的话 至少以时间换空间 然后如果外资的部分的话 今天它应该会转卖超 而且会是大卖的 因为昨天买一天而已 我必须要看到是连续买超 台币止跌回升 这是在台股 我们自己的止跌的三个讯号的地方 那当然我们台股 不会自己涨 也不会自己跌 它一定是跟着全球股市 所以全球股市 我之前跟大家说过 我顺便跟大家做一个补充 因为时间的关系 但这个我一定要讲 也就是说 谁 恐慌指数 那这一次的恐慌指数的状况的话 我先跟大家做一个更新 因为更新几个事情 原本4月19号是我们台股的第一大跌点 但是今天已经跌超过了 所以4月19号的话 变成了第二大的跌点 可是不用担心 因为那一次的最大跌点 是因为出了一个上野线之后 然后市场上面就回归平静了 然后就开始回落的VIX之后 台股就喷上去 然后就创新高 美股就喷上去就创新高 所以VIX回落 就会是台股跟国际股市回稳的关键 那当然这一次 原本我们的想法是 那就盯一下 7月26号的那天跌 752点的那天 因为又它又出现了一个上野线 然后呢 但是你有发现吗 它这边这次下来 我昨天也说了 它这次下来的状况跟上次不太一样 结果它就真的这样喷上去了 所以目前看起来 这个上野线被破坏掉之后 它又在创高 这是今天8月2号的一个情境 所以你如果呼应我们刚刚前面所说到的 看起来中东地缘那边 还没有止歇 因为可能现在还刚开始在闹的阶段 所以他们在闹 那就盯着恐慌指数 因为现在这个时间点的状况的话 叫做是地缘的纷扰 加上题材面的杂音 所以恐慌指数 也是你必须要看到的地方 所以下个礼拜 你就看着喜福儿 然后恐慌指数下降 然后让市场恢复信心 我认为它就会是一个很重要的 可以跟着我们一起 逢低弯腰减钻石的好机会 跟好的时间点了 那如果你觉得呢 三讯号一指标要看的东西真的太多了 我教你一个方法 更简单 加入大人哥的Live粉丝团 紧盯大人哥的YouTube频道 大人哥帮你追踪 帮你解读这些数字 这些数据背后的真正含义 当然了有人说 大人哥 那我手上的股票一定要太弱留强吗 让大人哥帮你看一看 好的股票留下来 也许逢低还可以加码 但是坏的股票一定要赶快做调整 空手现在进场 不能接刀子哦 一定要慎选股票 我们要跟着大人哥一起弯腰减钻石 把你的烦恼通通告诉大人哥 现在呢就加入大人哥 Live粉丝团 我们的ID 小老鼠 DAREN888 小老鼠 DAREN888 或者是直接扫描荧幕上头的QR Code 当然你也可以利用我们的免付费针线电话 0800668085 0800668085 就算是周末假日一样也可以利用 把你的烦恼股来换大人哥的私藏备数股哦 感谢你的收看 也再一次谢谢最温暖的大人哥 陈坤仁分析师 谢谢大人哥 谢谢 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影片的上片通知 要获得最早最专业的韩式提醒 和更多的精选个股分享 请加入我的LINE 官方账号 ID是小老鼠 DAREN888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